曝光亨特巨量電郵的《紐約郵報》再次贊文 從這次被曝光的郵件 可以看出亨特的內心困境 吃喝嫖倒和承受精神壓力 目前為止拜登和亨特 都沒有對曝光的大量郵件真實性提出異議 電腦中儲存近25000張圖像 裡面包括露骨的自拍照和色情內容 而且還包含亨特童年和假期的照片 超過11,550封電子郵件中 有一些涉及亨特在烏克蘭能源公司 Burisma董事會上的工作 和已經破產的CEFC 還有大部分郵件都是關於亨特個人生活 亨特本人惡習前身 長期吸食可佳因 甚至因此進入勒介所 亦承認自己去過脫衣武俱樂部 以及被指嫖妓